带出自冀北门行 作者袁行佩 朗读者有意 带出自冀北门行 暴照 与席起边亭 烽火入咸阳 争齐屯广武 分兵旧朔方 严秋金感尽 鲁镇金且强 天子暗见怒 使者遥相望 宴行袁诗静 鱼冠杜飞凉 萧谷刘汉思 金甲披胡双 疾风冲赛起 杀利自飘扬 马毛缩如位 脚功不可章 时威见尘节 事乱时钟良 头躯暴明主 身死未过伤 郭茂倩岳府诗集 收此诗入 杂取歌词 于提下引曹植 燕歌行 出自冀北门 遥望 胡驰桑 支支自相指 叶叶自相当 可知报照这首 带出自冀北门行 是模拟 曹植的燕歌行来的 带就是你的意思 从燕歌行 仅存的这几句看来 它的内容本来跟 争数无关 而暴照写 带出自 冀北门行史 赋予着 岳府就体以心的意义 写成了一首 出色的编赛诗 尼古 而不尼语古 表现了暴照的 创新精神 这首诗的内容 是写边境报警 天子派兵救援 编赛的苦寒 战斗的艰苦 以及将士们誓死 以报民主的决心 暴照是南朝宋代的诗人 一生从未涉足北方 更没有边塞生活的经验 这首诗可以说 完全是凭想象写成的 但是由于他善于参考 和融化前人 关于边塞风物 和战斗生活的记载与描述 所以这首诗 倒也写得相当的真切 史记 汉书等书中有关的叙述 曹操的苦寒行 曹植的白马片 陆基的从军行 印马长城枯行 大概都曾给他一起发 这首诗的节奏 自始至终十分的急促 诗人无暇一唱三叹 他不断的变换角度 造成情节的跳跃 诗人不仅写到我方 也写到敌方 不仅写到边疆 也写到朝廷 不仅写到气候风物 也写到将士的心理活动 画面不断地移动着 独来颇有目不暇接之感 与习起边亭 风火入咸阳 起调就很紧急 习是一种木茧 长一尺二寸 用于征兆 遇到紧急情况 就插上一根鸟语 表示是极箭 后来鸡毛心的用意 大概就类似于习 风火是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 用截稿制心 敌人 侵犯时白天放烟 夜间举火 风俗通曰 文帝时匈奴犯赛 侯其至甘权 风火通长安 风火入咸阳 就是取义于此 这两句护文建议 意思是说敌人入侵了 告急的文书和风火 从边防哨所传到了京城 下面接着写朝廷 接到警报以后的处置 征其屯广武 分兵就朔方 一方面征调骑兵 驻守广武 另一方面又分出部队 救援朔方 广武献明 故城在今山西的戴献西 朔方俊明 辖境相当于今 内蒙古自治区 河套西北部 及后套地区 颜秋金赶进 鲁镇金且强 这两句调转笔风 写敌军装备精良 镇容强大 金指弓 甘指剑 因为敌军强大 战时一时难以取胜 所以引起天子的震怒 天子暗见怒 使者遥相望 遥相望是说 使者一个接一个 络绎不绝 遥遥相望 史记大渊传载 二师将军请罢兵 天子大怒 时使遮遇门曰 君有赶入 者斩之 这两句用这个典故 意思是说 朝廷向边疆发布命令 独促将士加紧防守 不得后退 接下去呢 写将士们在使者的催促下 进军迎战敌人的情形 燕航 原石镜 鱼冠 杜飞梁 燕航和鱼冠 都是形容队伍的行列整齐 而有阵势 飞梁 是高架的桥梁 这两句一方面写出了 行军途中的艰险 另一方面也写出战士的勇敢顽强 肖谷刘汉思 荆甲 披胡双 军中演奏的乐曲流露出对汉土的思恋 而荆旗和铠甲都蒙上了胡双 将士们越是远离家乡 便越加怀念故土 这两句是诗中的传神之笔 写的真切感人 疾风冲赛起 沙力自飘扬 马毛缩如位 脚弓不可张 这只句通过边塞的环境气候 进步表现战士的艰辛 在疾风严寒之中 沙石飞上了天 马的身体蜷缩着 他的毛竖起来像刺猬一样 脚弓也硬的拉不动了 这几句使我们想起唐代诗人 沉申的《走马穿行》 那首诗里说 轮台九月风夜吼 一川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 沉申的白雪歌说 将军搅功不得空 都获铁衣冷难拙 沉申亲身参加过西北边疆 所以写得很真切动人 报照只是凭想象 却也写得有声有色 是很难得的 最后四句 十危见尘节 事乱时中良 头躯报名主 身死未过伤 永屈原九哥国伤的典故 意思是说 在时局危险的时候 才能看出臣子的气节 在世事混乱之中 才能识别中良 头躯现身报效明君 即使镇王身为国伤也心甘情愿 结合报照一生怀才不遇的经历来看 我认为这几句不仅表达了将士们誓死苦战的决心 还寄予着诗人自己的慷慨不平 言外似乎有这样的意思 平日君主不善于识别和重用中良 现在国难当头 谁有气节 谁是中良 到战场上看吧 吴伯伯企曰 是当时政令造极 臣下有不认者 故借此语寓意 言平日无谋律 编戏一起 约争其约分兵 借临时周章 以敌阵之精强故也 天子之怒 故是怒敌 也是怒将士之不灭 此朝时 故从战之事 相望于道 当思时事 当有礼目被为将 以不暇谋也 死为国伤 何益于国灾 就未免隐身过分了 炮照的诗歌 有一类学习 尽诵以来的江南鸣歌 如吴歌三首 彩玲歌七首 他的带白注五歌诗四首 带白注曲两首 你行路难十八首 其一其三等 脱胎于江南鸣歌 对妇女的描写 专以农词艳句 描写贵妇 也属于这一类 这类诗发展下去 就成为 雕草 银艳 清玄心魄的 凄凉尸体 爆炸的另一类诗歌 学习 汉卫乐府 和汉卫古诗 如带东门行 带放歌行 带白头银 用诗 尼古 这些诗写的 囚禁刚健 中荣 诗品说他 骨节强于泄魂 曲脉 极于炎炎 傲气之 傲陶孙诗评 说他 如基因读出 起脚无前 应该是指 这类作品而言 而带出自 冀北门行 便是这类诗里 比较突出的一首 这首诗没有 南朝诗歌 奇迷柔立的作风 音节之高亢 气使之凌厉 锋利之囚禁刚健 破能建出 建安时代的风格 在南朝 实在是难得的佳作